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智慧以及他的全能 他的一切的作为 我明白了2300日的语言 知道上帝的确是我们值得相信的 而且是佩德荣耀的一位主 圣经里面有很多语言 但是唯有2300日的语言 是以数字来代表的 而且呢 确定里面的真实性 我们可以看到句句都应验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来学习这一段语言 我们请大家翻到 我们一同来读 单语里八章十四节 他对我说 到2300日圣所就必捷径 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语言 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白的 第一就是到了2300日 什么时候就到了呢 我们肯定愿意知道 到了这个时候 要发生一个什么事情 圣所就必捷径 捷径圣所是什么意思 到了2300日 我们关于这一段的预言呢 整个的代理书第八章都是个预表性的 各位 你从头开始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面讲到 一个公绵羊 还有一个公山羊 公绵羊 什么意思呢 我们请看八章的第二十节 八章的第二十节 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 就是马代和波斯王 后来的公山羊指的什么呢 二十一节 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 两眼当中的大脚 就是头一个王 圣经呢 跟我们说的很清楚 他预表性的 就给我们指明了 而且呢 这个第二个王呢 就是希腊王呢 他后来 又长出一个小脚 我们请大家看 公山羊 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羊呢 是公山羊 中间的大脚 遮断了以后 又长出四个脚来 各位 这就是讲到 公山羊指的什么 刚才读的 二十一节 公山羊是希腊王 希腊王就是亚历山大 是头一个王 亚历山大 他正在强盛的时候 那个大脚就遮断了 我们请看 八章第八节 八章第八节 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 正强盛的时候 那大脚遮断了 又在脚跟上 向天的四方 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这什么意思啊 刚才我们知道了 公山羊是希腊 那个大脚是头一个王 我们知道 希腊的头一个王 非常有名的 武功很强的 就是亚历山大 这个大脚呢 正强盛的时候遮断了 遮断以后 又长出四个脚来 我们请大家看 这什么意思呢 请看八章二十二节 八章二十二节 至于那遮断的脚 在其根上 又长出四脚 这四脚就是四国 狄从这国里兴起来 这是全是不及他 那我们研究历史啊 是不是这样啊 圣经预言到了 亚历山大 是不是强盛的时候 他死的呢 一点也不错 三十二岁 正是强盛的时候 他东南西北 他几乎都争到了 短短的几年 把欧洲打了下来 正在强盛的时候 三十二岁 他太得意了 因此他就狂饮 饮了两大瓶酒 结果他就离开世界 就是这样 他死了以后怎么样呢 底下就争夺这位子 因为没有继承亚历山大的 亚历山大没有一个好的儿子 所以呢 就争夺 历史上告诉我们说 大约有十几二十年 最后四个大将 把亚历山大 遗留下来的希腊 分成四份 各聚一方 西路库 多黎曼 利西马克 可散德 你看历史上 就是四个大将 你看圣经预言的怎么样 短短的几行 可以预言到 希腊 一大片的历史 我们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 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希腊 以后 又长出一个小脚来 请大家看 八章第九节 八章第九节 四脚之中 有一脚 长出一个小脚 就是在这四个脚当中的 有一个脚 从这个小脚 又长出一个脚来 向东 向南 向东 向荣美之地 渐渐成为强大 它渐渐强大 高级天象 这个脚呢 越长越长 一直怎么样 高级天象 到天上去了 将写天象 和星宿 抛在地上 用脚捡它 并且它 自高自大 高级天象之君 除掉长线 除掉长线给君的 翻计 毁坏君的圣索 下面还讲到 第十二节的 中间开始读 他将真理 抛在地上 任而行 无不顺利 十三节 我听见 有一位圣者说话 又有一位圣者 问那说话的圣者说 这除掉长线的翻计 和实行毁坏的罪过 将圣索 与君里 减踏的一项 要到几时 才应验呢 各位 这些我们不去 细讲 因为我们今天 重点不在这里 使大家一个印象 就是说 这个小脚是很可恶的 它指的什么呢 希腊以后 我们研究历史 就知道是 接续希腊的 就是罗马 罗马帝国 而罗马帝国以后 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 与上帝作对 高级天象的谁呢 就是罗马教皇 这是 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提一下 以后我们再 细讲 今天呢 我们提到这里呢 就是一个引言 第十四节 他对我说 到两千三百日 胜所究必捷径 上面就问了 这个罪恶的势力这么大 什么时候 给他来个清算呢 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 到了两千三百日 胜所究必捷径 是什么 就是对于人类 对于这个特别是 那许多恶人 要给他一个最后的总监 来清理一下 因此 捷径 胜所呢 就是进行审判的工作 这一点呢 我们今天 到后来 我会给大家 讲明白的 现在 我们基本上就了解了 这句话 到两千三百日 胜所究必捷径 我们现在 现在就来学习 研究一下 首先是到了两千三百日 什么时候 是到了两千三百日呢 第二就是 捷径胜所 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我们知道了 刚才我们讲的 因为这里提到的 公山羊 公面羊 都是预表的意思 因此首先 要理解的 两千三百日呢 它的预表性 就是一日 顶一年 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提出来 这一点 在圣经 一节书四章 第六节就提到说 我给你定归 一日 顶一年 预言呢 它计算的方法 就是这样的 一日 按一年来计算 这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的 好像呢 公面羊 就是预表 马戴波斯 公山羊 是希腊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有一个原则 一个原则什么呢 就是两千三百日呢 就是两千三百年 预表两千三百年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是不是呢 就这样 就实现了 到两千三百日 现在呢 我们就要 从圣经里看一看 既然预言到了 肯定这里面有解释的 不能够 就是单独这句话 到两千三百日 没有开头 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是到了呢 肯定它有个起点了 我们说两千三百年 到了以后 就要进行审判 什么时候开始呢 一定要有个起点 那个起点 我们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到了 所以圣经里面 肯定会告诉我们的 我们请大家看呢 代理八章第26节 十四节 刚才我们读过了 就是到两千三百日 圣所就必洁净 到了二十六节 天使就要解释了 天使就给但意里要解释 天使说 所说两千三百日的一项是真的 但你要将这一项封住 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请大家注意 天使正要解释的时候 说了这么两句话 第二十七节 于是我但意里昏迷不醒 病了数日 哎 但意里突然生病了 天使正在解释 但意里在听的时候 突然就昏迷不醒 得了个疾病 病了数日 下面 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物 我因这一项惊奇 却无人 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因为天使要解释 但意里就生病了 所以呢 就没解释下去 因此我们看的 一项呢 两千三百日的语言呢 就搁下来了 所以在八章呢 我们已经读完了 没有解释 也就是说呢 正在解释的时候 但意里昏迷不醒 但意里为什么昏迷不醒呢 他有误解 误解什么 就误解这个两千三百日啊 又两千三百年这么长 结经圣所 他认为 因为但意里那时候 被掳到巴比伦来 在巴比伦 因为犹太人犯罪 上帝就叫巴比伦 去管教犹太人 所以被掳 被掳了以后啊 但意里很想回国 可是他一听着语言呢 结经圣所 他就误解称回去 因为耶路撒冷有个圣所了 结经圣所就是 巴比伦被掳的时候 把圣所都毁掉了 外邦人来了 捡他了 所以他的理解呢 结经圣所就是 还要等两千三百年才回去啊 他就很着急了 为什么呢 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 但意里就再查一查 语言告诉我们 到巴比伦 被掳上帝规定了个年代 多少年了 七十年 没有那么长 七十年就满了 就可以回去 但意里算一算了 他现在被掳到巴比伦 多久了 快七十年了 大约还有一两年就到了 怎么还要等两千三百年呢 所以但意里实在是着急 一下子就病了 就是这个言故 我们从第九章就可以看得出来 请大家看九章 第一节开始 马太族亚哈瑟鲁的儿子 大利乌 立为加勒迪 果的王元年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 我但意里 从书上得知 亚哈的话 临到先知 亚利明 论亚路撒冷 荒凉的年数 七十年未满 他再查一查 不错呀 明明七十年就满了 现在马上就满了 为什么上帝 你还要等这么久呢 下面呢 但意里就祷告了 第三节 九章第三节 我便尽时 匹马蒙辉 定义向主上帝 祈祷恳求 我向耶华 我的上帝 祈祷认罪说 主啊 大尔克威的上帝 向爱主 守主 诫命的人 守约施慈爱 我们犯罪作孽 行恶叛逆 偏离你的诫命 典章 下面呢 但意里 我们越过去 请看 第十六节 主啊 求你 爱你的大人大义 使你的怒气 和愤怒 转离 你的城 耶路撒冷 就是你的圣山 我们再请看 第十七节 我们的上帝啊 现在求你垂听 土人的祈祷 恳求 为自己 使脸光照你 荒凉的圣索 我的上帝啊 求你侧而听 睁眼而看 眷顾我们荒凉之地 和称为你 名下的城 我们在你面前 恳求 原不是因自己的义 乃因你的大怜悯 求主吹听 求主赦免 求主应云而行 为你自己 请大家注意 代理怎么说呢 为你自己 不要吃烟 上帝啊 你不是说七十年满呢 为什么还等这么长啊 不要吃烟 不要吃烟了 我的上帝啊 因这城和这民 都是称为你 名下的 请注意二十节 这是单一里啊 这一篇呢 很恳切的祷告 我们就选择了一些 这个祷告的当中 他为什么 就是为 不明白 两千三百日 还要等这么久 他就恳求上帝 能够 早失怜悯 我们看第二十节 我说话 祷告 承认我的罪 和本国之民 以色列的罪 为我上帝的圣山 在耶和华 我上帝面前恳求 请注意二十一节 我正祷告的时候 先前在意象中 所看见的那位加百列 奉命迅速飞来 越在献晚祭的时候 按手在我身上 他只教我说 代理啊 现在我出来 要使你有智慧 有聪明 你初恳求的时候 就发出命令 我来告诉你 以你大蒙眷爱 所以你要思想明白 这事和意象 以下的三个字 原文没有 我们可以略过 为什么是这事呢 就是要思想明白什么 就是你所求的 这个事 什么事呢 关于两千三百日 预言的事 这也是个意象 也是个预言 所以加百列呢 就给 单一里说 现在我出来 要使你有智慧 有聪明 所以你要思想明白 这事和意象 各位 这么一来 大家就懂了 关于两千三百日 的预言 到这里 下面就要解释了 这次解释的时候 但你再也没有昏迷 我们请看 二十四节 开始就是解释 有关两千三百日 的预言了 为你本国之民 和你圣城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各位 但你一听了 马上啊 心里就很高兴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 有个七线 这个七线 是什么 就是定了七十个七 各位 有这个大纲啊 大家可以翻开 看一看 大纲的第一页 定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请看第一页 两千三百日 二十克的第一页 第二段 第二段的 其中的 第一个小段 我们请看 第二个 第二段的 第一个小段中的 第三个小段 定了 七十个七 定了原文是什么 是结出 或者切出 割下 剪下 等意思 那么现在我们提到的是七十个七了 七十个七就是 七十个七天 在原文就是 七十个七天 大家算一算 七十个乘七呢 四百九十 就是 已经定了四百九十日 四百九十日呢 就是从两千三百日当中 把它 怎么样 裁下来 切出来 割下来 等等 那我们说呢 时间了 这个时间了 我们说 这个是两千三百日 我们比方说 这两千三百日 现在从其中把它分割出来 七十个七 四百九十年 对吧 所以这个定了两个字呢 就是把它分割 或者裁下来 各位 很清楚的 这个地方 提到的 那么 七十个七天 四百九十天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四百九十什么 四百九十年 因为这个预言的解释呢 是一日顶一年 各位 我们下面呢 你可以看到 一日顶一年的解释 下面的预言完全都应验了 我们先看 这七十个七 定下来 要做什么呢 请看 二十四节 我们没有读完的 接下去 要止住罪过 除尽罪恶 赎尽罪孽 引尽勇意 封住意象和预言 并高至圣者 大家 理会一下 这些是什么内容啊 止住罪过 除尽罪恶 赎尽罪孽 引尽勇意 各位 这是谁做成的 谁做成的 耶稣做成的 对了 各位 这七十个七当中啊 肯定 主耶稣要来 他要在这 七十个七当中 他要来做成嘛 做一个赎罪的工作 各位 大家一读呢 这些 总义都是赎罪 你看 止住罪过嘛 除尽罪恶 赎尽罪孽 还要引尽勇意 我们的罪得赦了 就把我们 引尽勇意 得到永生 好 这是我们 一个总的概念 下面 我们可以看这里呢 这就是七十个七 告诉我们的 这里面 要做成的 就是赎罪的工作 这个是总的讲 到现在为止呢 两千三百日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好了 划分出来 七十个七四百九十年 直到了 但是从哪开头 还没讲 下面呢 天使就要讲了 我们请看 第二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初令 重新建造 到耶路上 到耶路上 直到 直到 有受高 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 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 艰难的时候 耶路上 城 连接 代号 都比重新建造 但伊利 这时候 很高兴 为什么 知道了 这个两千三百日 有起点了 这起点呢 就是七十个七的起点 我们说 这是两千三百日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现在划分出来了 七十个七 而七十个七的起点呢 在什么时候 初令 重新建造 耶路撒冷 那也就是说 两千三百日的起点 对不对 因为七十个七 是从两千三百日当中 分割出来的 第一段时期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 看看这里 表达的 为你本国之民 圣城定了 分割出来 这是 这整个是两千三百年 分割出来七十个七 四百九十年 就是这段时间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初令 重新建造 耶路撒冷 这是 再一次的 让大家肯定 从初令 重新建造 耶路撒冷 这是七点 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标明了 在公元前 四百五十七点 这是初令 建造 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圣经里面 有没有啊 有没有论到 初令 建造 耶路撒冷的 这件事呢 我们从圣经里 可以找到 请看 以色拉记 以色拉记 往前面翻 以色拉记 第一章 第一章 以色拉记第一章 第一节 波斯王 波斯王 古列 元年 耶和华 为要应验 借 耶利米口 所说的话 就激动 波斯王 古列的心 是他 下周通告 全国说 波斯王 古列 如此说 说什么 耶和华天上的上帝 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祝福我 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鱼 在你们中间 凡做他子民的 可以上 犹大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重建 耶和华 以色列 上帝的殿 愿上帝 与这人 同在 各位 这件事啊 很奇妙 这个波斯王 古列 怎么愿意下令呢 因为当时的时候啊 巴比伦过了 这个时候 巴比伦过了以后 就到了波斯王 现在啊 当时的 以色列人 就处在 波斯王统治之下 巴比伦统治 他们 他们 也是将近呢 将近有 将近有七十年 在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 到了波斯王 古列的时候 元年 也正式呢 波斯把巴比伦 把他攻破了 占据了以后 波斯王 就来统治欧洲了 在元年的时候 他就下令 各位 他怎么愿意下令啊 这是很奇妙的 各位 在圣经里面 我还要说明一下 古列呢 在现在的一本 就是 居鲁士 我这个是 老的本子 就是古列 所以 现在就是 居鲁士 以后呢 我读的时候 可能还是读古列的 你呢 本子上是 居鲁士 心仪本 是居鲁士 各位 在什么地方 提到 这件事 使得古列 愿意下令 圣经里面了 老早就讲了 请大家看 以赛亚四十四章 二十八节 往后面翻 以赛亚 古列 为什么 愿意下令啊 这是 有一段 圣经的预言 来说明的 以赛亚四十四章 四十四章 第二十八节 以赛亚四十四章 二十八节 论古列说 他是我的牧人 比成就 我所喜悦的 比下令 建造耶路撒冷 发命令 发命 立文圣殿的根基 第四十五章 第一节 我耶和华 所高的古列 我参赴 他的右手 使列国 降伏在他面前 我也要放松 列王的腰带 等等 我们再看 第三节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 和隐藏的财宝 赐给你 使你知道 提名招你的 就是我耶和华 以色列的上帝 我们再请看 四十五章的 第十三节 我凭公义 兴起古列 要修制他 一切的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 请大家注意 施放我 贝鲁的民 就是以色列人 不是为公家 也不是为赏赐 这是万军之一华 说的 这是万军之一华 说的 各位啊 据说 刚才我们不是读了吗 我们还是要翻到 以色拉纪啊 以色拉纪第一章 第一章就是 波斯王古列元年 也就是他攻打巴比伦了 正好 把巴比伦攻下来的那年了 有这么段历史 当巴比伦攻下来了以后 古列啊 他就要做巴比伦的王了 在这个时候 犹太人怎么样 他们听说 古列 来到做王了 他们就把 以赛亚树捧出来 去欢迎古列 古列王你来了 欢迎你 请你看看 以赛亚 在七百年以前 就预言到你 古列那个时候啊 是五百多年 在公元前七百多年 以赛亚就预言到古列 比古列就是早一百多年 将近两百年 圣经就提到古列这个名字 古列一看 他大受感动 哎呀 这本圣经 上帝这么看得起我 我在一百多年以前 就知道我了 提我的名字 招我 让我释放犹太人 回去啊 那我一定要听上帝的话 就是这样 不然你说 他怎么会呢 这个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 整整是七十年 犹太人 背楼七十年 满了以后 看主的话 所以古列王呢 他就下令 各位 我们请大家看 以色拉基一章第四节 凡剩下的人 无论寄居何处 那地的人 要用金银财物 牲畜 帮助他 另外 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殿 甘心献上礼物 不但献上礼物啊 要把这个殿修好 那么过去 从巴比伦掳来的 殿里很多的宝贵的器皿 都是金子银子做的呀 古列一想 我要叫以色列人 把他都带回去 你看 这个是不少的器皿啊 请大家看 我们看一章的 一章的第七节 一章第七节 古列王 也将耶华殿的器皿拿出来 这器皿是尼布加尼斯塔 从耶路撒冷 如来 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 波斯王古列 派库官 米提里达 将这器皿拿出来 按数交给 犹大的首领 舍巴撒 器皿的数目 记在下面 金盘 三十个 银盘 一千个 到 二十九把 金丸 三十个 银丸 之次的 四百 一十个 别样的器皿 一千件 金银器皿 共有 五千 四百件 贝罗列人 从巴比伦 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舍巴撒 将这一切 都带上来 上帝的旨意啊 不然的话 古列 怎么肯呢 这是 多宝贵的 四千 五千 四百件 都是金银啊 一个碗 有多重呢 一个盘子 有多重呢 全部 让他带回去 这就是 我们看到 一起在上帝掌管 就上帝掌管着这一份 那么 以色列人呢 那时候就去了 什么时候呢 是 公元前 我们这个时间呢 还不是 在这个时候 在下令的时候 是在 公元前 五百 三十六年 各位 五百三十六年 各位会讲的 这个地方不对啊 四百五十七年 圣经呢 关于这问题啊 给我们讲的很清楚 我们请大家再看 为什么 不是 四百 五百三十六年 五百三十六年 犹太人 已经回去了 回去了 将近五万人 可是回去以后 如何呢 再请看以色拉记 请看以色拉记 刚才我们看的是第一章 现在我们就看 下面的 我们请看第四章 第四章 以色拉记的第四章 一到三章呢 就是 犹太人 回去了 古列王叫他们回去 我们不去吸毒了 而且 回去以后 把圣殿的根基也立了起来 正在修筑的时候 四章第一节 犹太人 尤大和 贝亚敏的敌人 听说 贝罗归回的人 为耶华 以色列的上帝 建造 殿余 就去见 索罗巴白 和以色列的组长 对他们说 请容我们 与你一同建造 各位啊 他们是不是 一同建造呢 不是的 他们是要破坏 因为他们呢 已经 这七十年 住在这里了 听说以色列来了 他们就 不愿意他们来 因此呢 口头上说 一块建造 实际上是要破坏 我们请大家看 下面 第四节就知道了 第四章第四节 纳地的民 就在 由大人建造的时候 使他们的手发乱 扰乱他们 看了吧 从波斯王古列年间 直到 波斯王大利物 登基的时候 汇买谋士 要败坏 他们的母算 各位啊 古列王下了令了 叫他们建 结果呢 这些人破坏 后来就停止下来了 所以 虽然是 五百三十六年了 他们回去建造了 但是 没有建成 只有十几年的时候 就停了下来 停下来怎么办呢 先知呢 再鼓励他们 他们就再 打上去报告 给当时的王 后来古列就换了 又换别的王 大利物以后啊 又 又换别的王 所以在大利物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利物说 我们过去古列王下了令 现在他们共破坏了 怎么办呢 后来大利物呢 再下第二次令 大利物下了令以后 他们又在建造 建造了以后怎么样 又被破坏 结果后来呢 就第三个王 下令 我们大家请看 第六章 第六章 第十四节 六章第十四节 由大长老 因先知哈盖 和帝多的孙子撒加利亚 所说劝勉的话 就建造这殿 凡事横通 他们尊重 请大家注意 以色列上帝的命令 和波斯王古列 第一个王 大利物 第二个王 第三个 亚大学习的旨意 建造完毕 因此呢 第三个王下令以后啊 就建造完毕了 各位 在这里 我们给大家提出来的 第一个王 是五百三十六年 第二个王 是五百十九年 大利物 第三个王 第三个王是四百五十七年 为什么我们以第三个王呢 因为第三个王下令以后 耶路撒冷就把它恢复建造好了 这也可以理解的 如果是国家有个什么命令 颁布三次的话 同一个命令肯定是以第三次为准的 不会以第一次 是吧 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 就是这样 为什么以第三次呢 在这儿我还要给大家略微讲一讲 我们请看 以色拉基七章 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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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以色拉基七章 第七节 亚大学习王 第七年 以色列人 祭司 利未人 歌唱的 守门的 尼提宁 友上 耶路撒冷的 王 第七年五月 以色拉到了 耶路撒冷 这是 亚大学习王 第七年 我们再请看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的 最后两句 亚大学习王 赐给他 御旨 上面写着说 诸王之王 亚大学习 达玉祭司 以色拉 同达天上上帝律法 大德的文史云云 住在我国中的 以色列人 祭司 利未人 凡甘心上 耶路撒冷去的 我降职 准他们 与你同去 好 不单与你同去 而且怎么样呢 第十一节 我们请看 二十一节 我 亚大学习王 又降职 与何西的 一切 酷官说 通达天上上帝律法的文士 祭司 以色拉 无论向你们 要什么 你们要 数数的 背伴 下面就讲到 银子呢 直到 一百塔莲德 卖子 一百格尔 一塔莲德 是九十斤 一百塔莲德呢 大家算一算 九十乘个一百 不论要多少 你都要给 而且呢 下面我们可以看 第二十五节 以色拉 要照着 你上帝赐你的智慧 将所有明白 你上帝律法的人 立为事实 审判官 治理和西的百姓 使他们 教训一切 不明白上帝律法的人 凡不遵行你上帝律法 和王命令的人 九章述数定他的罪 或致死 或充军 或抄家 或囚禁 各位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我们请大家翻到 戴伊里书 第九章 各位圣经上的话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我们都要 对照 让我们理解 戴伊里第九章 我们请注意 请注意 第二十五节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出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这几个字 有个很重要的意思 出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不仅仅是叫你回去 而且还要 原文的意思是 恢复你的主权 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了没有 亚大西西王第七年的时候 叫他设立律法 可以定立律法 如果有人 什么人犯罪 可以定他的罪 抄家 充军 处死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 亚大西西王第七年的时候 对犹太人可以说 已经给他们一个完全的一个国家的主权有了 这就是下令的意义所在 所以各位你看我们查考这么多才明白了 因此我们知道 出令建造耶路撒冷了 就是亚大学习王第七年 大家会问了 怎么知道呢 那我们查历史 现在可以说 有将近 有将近七八个历史的材料 共同告诉我们 亚大学习王第七年 就是四百五十七年 都是一致的 不会错 而且告诉我们 在这第七年的时候 他下令叫犹太人回去重新建造 耶路撒冷 所以这个年代啊 是肯定了的 现在我们请大家再注意啊 九章的第二十五节 七点直到了 下面说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出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寿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大家就问了 什么是有寿高军呢 就是这里了啊 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 到有寿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这七个七呢 就是圣殿建造好了 然后呢 还有加上六十二个七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呢 就是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呢 就是六十九个七 预言就是这样说 从这个七点开始 指到有寿高军的时候 有寿高军指着什么 什么是寿高军呢 我们请大家看 指着什么 请看路加福音第三章 路加福音第三章 我们请看 我们请看 第二十一节 路加福音三章第二十一节 众百姓都受了喜 耶稣也受了喜 正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降在他身上 形状仿佛鸽子 有声音 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各位 耶稣受喜的时候啊 就有圣灵呢 仿佛鸽子 降在耶稣的身上 仿佛鸽子 降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说 耶稣受喜 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的身上 这就是寿高军 大家问 你这样说 我还不太理解 那我们再请大家看 再看十足行传 请看十足行传 好吗 十足行传 第十章 十足行传 第十章 十足行传 十章第三十八节 我们请看 第十章 第三十八节 第三十八节 十足行传 十章第三十八节 上帝 怎样 以圣灵和能力 高纳塞了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以圣灵和能力 高纳塞了人耶稣 什么时候圣灵高耶稣呢 就是这个时候 大家看见没有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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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洗以后 圣灵 防护鸽子 降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再请看一处 以赛亚 六十一章 以赛亚 六十一章 以赛亚 第六十一章 第一节 以赛亚六十一章 第一节 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 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 给谦卑的人 拆遣我 医好身心的人 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等等 各位 这谁说的 耶稣说的 以赛亚预言到 耶稣说 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 上帝用高高我 就是在他 受洗的时候 圣灵 恩高 降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这很清楚 我们这几章章节 就知道 但一里书 九章所提到的 从初令建造 耶路撒冷 直到 有受高军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 受洗 圣灵降在他的身上 要经过 六十九个期 那现在我们就来 查考一下 耶稣在什么时候 受洗呢 我们请大家看 圣经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 圣经呢 你看有很多 都是确定的年代 告诉我们 该撒提比留在位 第十五年 这第十五年 有什么事呢 我们下面 就略过去 约翰受洗 我们请看第二节 三章第二节 最后一句 就是撒迦 利亚的儿子 约翰 在旷野 上帝的话 临到他 约翰 实习 耶稣呢 就到约翰这里来实习 约翰实习以后 大概半年的时候 耶稣就来了 我们请看 刚才看过的 第三章 第二十一节 是不是 众百姓都受了洗 耶稣也受了洗 耶稣受洗的时候 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 因此 这个地方 一个很关键的是什么 就是该撒提比留 在位第十五年 约翰开始受洗 耶稣呢 也就受洗 因此 我们知道呢 该撒提比留 他十五年 是公元哪一年 因为耶稣 在这一年受洗 对吧 大家理解吧 现在我们看一看 该撒提比留 十五年 是公元几年呢 该撒提比留 他在位 第十五年 在位第十五年 那么 是公元几年 公元十二年 这个地方 在公元十二年的时候 他在位是十五年 对吧 应该这样吧 该撒提比留 他一共 他作王 做到第十五年的时候 但是他在什么时候作王呢 这可以查得出来的 查历史 他是公元十二年作王的 因此十二年呢 再加上个十五年 就是到公元二十七年了 公元二十七年的时候呢 耶稣受洗 也就是这一年 公元二十七年 耶稣受洗 这两个年代 我们是查历史 查出来的 那我们看看 是不是应验预言了呢 预言说 从初任见到耶路撒冷 到耶稣受洗的时候 要经过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 也就是六十九个期 四百八十三年 因为这个地方 有一个使得我们容易搞混的是 公元前和公元后 我们说这样吧 这是公元前 这是公元后 这是公元元年 那么四百五十七年 这公元前 这公元后呢 二十七年 因此应该呢 把这个两个年代加起来 是吧 公元前的四百五十七年 再加上二十七年 四百八十四年 那么大家一看 明显就是 错了一年了 这预言说是应该四百八十三年了 有没有错呢 这个错在哪里呢 是我们算得很粗 一个细算就对了 各位 公元元年是这里的 一年一年 往前推 是吧 公元前是往前推的 这是元年以后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公元后呢 也是这样一年两年 离我们越近呢 就是越大 是吧 离我们越近 公元后呢 现在是二零零零零年了 但是公元前 它是 也是这样推的 越远越大 公元后呢 是越远越小 是吧 直到公元的时候 这不是 越远越小吗 这是二零零年了 去年的二零零零一年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到了公元前 就不一样了 越远就越大 这是一个 以公元做一个元年的 现在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大家可以理解啊 这是四百五十五年 四百五十六年 四百五十七年 从这一年一年推上去的 它是在什么时候下定的呢 在四百五十七年的秋天 那就是一半 这个时候下定的 你们大家可以理解啊 既然这样的话呢 那就应该呢 从这时候算起 对吧 因为它 是在四百五十七年的秋天 也就是半年了 那我们 在计算的时候 就应该是四百五十六年 再加上个半年 对吧 这个四百五十七年呢 就要改成个四百五十六年半了 下面的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这是二十六年 这是二十五年 在二十七年的时候呢 也是这一年的一半 因此呢 后半年还没有过 要减掉吧 减掉 因此就是二十六年半 这样算算是多少呢 各位你看怎么样 上帝的话 半年不会错 他说四百八十三年 就是四百八十三年 所以当我 学习这段预言的时候 发掘了这个半年到半年 这里面都很重要 但是我们说的时候呢 是四百五十七年了 实际上呢 是四百五十六年半 我们说是二十七年 实际上是二十六年半 对吧 这就不错了 因此我们感到 这段预言是非常准确的 这样应验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 但一离 第九章的 但一离第九章 我们请看第二十六节 第二十六节 过了六十二个期 那受高者 必被减除 一无所有 必有 一王的民来 毁灭这城和圣所 之中 比如洪水 冲没 必有 征战 一直到底 荒凉的事 已经定了 这个预言呢 就这样说 过了六十二个期 大家注意啊 这是六十二个期吧 六十二个期过了 也就是说 过了耶稣受洗的时候 是吧 对不对 耶稣受洗 六十二个期就过了 过了六十二个期以后 那就是 最后一个期 是吧 但是呢 他总的讲 过了六十二个期以后 耶路撒冷 就要遭毁灭 刚才我们读到的 有一王的民来 要毁灭这城 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过了六十二个期 那个受高者 必被减除 各位你看 是不是 六十二个期 一过了以后 受高者谁呀 是耶稣 他要被减除 但是这个地方 说得很笼统 就说 六十二个期过了以后 受高者 就是耶稣 要被减除 还有呢 一无所有 什么是一无所有 就是耶稣 他在 为我们定死的时候呢 他是 身上 一无所有 一夫的衣服 耶稣的衣服 都被剥光了 他没有带着分纹 为我们牺牲 这第一 第二呢 一无所有就是 不是为他自己的缘故 耶稣定死 是为谁呀 为我们的缘故 这就是六十二节 所提到的 二十六节 所提到的 现在我们看一看呢 圣经还很具体的 告诉我们 耶稣在什么时候 被定的 请看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一期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 坚定猛热 一期之半 他彼此 祭祀与贡献之息 这两句话很重要 一期之内 也就是整个的 一个七当中 他必须许多人 坚定猛热 什么是猛热呢 就是 他要为我们 受死定时的假 一定的 为我们定时的假 使我们 能够与上帝和好 这个猛热 就是友好的意思 我们人呢 犯了罪 与上帝就为敌了 与上帝不和好 现在呢 耶稣基督来了 就要建立一个猛热 这个猛热是 耶稣基督用他的血 来坚定的 正因为耶稣牺牲了 我们的罪得赦了 就能与上帝和好 否则我们与上帝 是不能和好的 因为我们心里 不服上帝的律法 是不能服的 这就是一个猛热 在一期当中 要建立 但是一期之半呢 他彼此祭祀与贡献之息 祭祀是什么 祭祀与贡献之息 这两句话很重要 一期之内 也就是整个的 一个期当中 他必须许多人 坚定猛热 什么是猛热呢 就是 他要为我们受死 定时的价 一定的 为我们定时的价 使我们 能够与上帝和好 这个猛热 就是友好的意思 我们人呢 犯了罪 与上帝就为敌了 与上帝不和好 现在呢 耶稣基督来了 就要建立一个猛热 这个猛热是 耶稣基督用他的血 来坚定的 正因为耶稣牺牲了 我们的罪得赦了 就能与上帝和好 否则我们与上帝是不能和好的 因为我们心里不服上帝的议法 是不能服的 这就是一个猛热 在一期当中 要建立 但是一期之半呢 他彼此祭祀与贡献之息 祭祀是什么 就是献祭的制度 以及献上的牛羊这些的贡献 止息什么意思啊 停止了 是吧 好 我们现在看看 是不是这件事情发生了呢 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呢 请看马太福音第27章 马太福音第27章 请看第五十节 二十七章第五十节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五十节 耶稣又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就是死了 五十一节 忽然电力的慢字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以睡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的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进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各位 这几经文呢 实在是了不起 就是耶稣死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圣殿的慢字 列为两半 忽然 殿里的慢字 列为两半 这个慢字呢 就像我们这个小礼堂 正好是三间屋子 在第一间屋子这里呢 有一个布的帘子 很厚地把它遮起来的 里面呢 是制圣所 外面是圣所 等等下面 我给大家讲 这个慢字忽然 列为两半 从上到下 把它撕开了 各位 这时 这个比较清楚 耶稣当他大声喊叫 七段的时候 一个非常 惊天动力的事 慢字从上到下 一向就列为两半 而且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很多人 他就惊慌 都害怕 都逃跑了 这个我们也看到 这祭司呢 他正在献祭的时候 他在圣殿里 耶稣 当他死的时候 大声喊叫 七段 他看见慢字 就列为两半 祭司都救呆了 为什么 这个圣殿的慢字 谁都不能够揭开了 那是神圣的地方 但是当耶稣已死的时候 不再神圣了 就把它撕成两半 什么意思啊 就是圣殿里面 献祭的制度 不再进行了 是吧 把它毁掉了嘛 过去的时候 谁都不敢进来 而且更不敢到 这个慢字里面的 至圣所去 而现在撕开了 谁都可以看见 说明什么 地上的献祭停止了 各位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所预言到的 为什么停止了呢 因为 耶稣基督是 真正被杀的羔羊 过去 地上献祭 就是献的羊 这个羊是预表耶稣的 而耶稣真的为我们 死在死的架上了 那么 地上的献祭呢 就停止了 各位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的心啊 实在是 非常的 感谢主 同时呢 我们也很感动 就是说 古时候 犯了罪的时候 就要拿一只羊来 自己亲自 抱着这个羊 把它杀了 表示什么 这个羊是预表耶稣的 而当耶稣死的时候 就叫人看见 古时候 你们所杀的羊 就是真的是杀了耶稣 而且现在 你们看见了吗 钉十字架的耶稣 当他死的时候 好了 电灵的曼子 马上立为两半 就说明 过去 献祭 杀的羊羔 就是这位 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而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钉死 一无所有 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罪 我给电影准备尝说 耶稣是无罪的 他绝不会死 无罪的怎么 能死呢 无罪的 也不应该受刑罚 那他却受了刑罚 也死了 为什么 唯一的答案是什么 你我的罪 加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基督确实是 担当着我们的罪 所以他才死 他一死的时候 马上递下 那个圣殿的曼子 就列为两半 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查考一下 耶稣死的时候 是不是整整三年半呢 你看 马太菲因 马可路加 你仔细看 可以告诉你 耶稣基督 整整是三年半的时候 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 圣经预言什么 一期之半 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息 我们再看 但以理第九章 但以理第九章 二十七节 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 第二句话 一期之半 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息 所以你看旧约和新约呢 多么密切的联合起来 有好多信主多年的 把旧约都丢掉了 因为旧约圣经不重要 你看多么重要 这句话 代理九章的预言 和耶稣基督的牺牲 这么密切在一起 我们看到主 他是大有智慧的 而且他是大有慈爱的 让我们看到 圣经之间的关系 一期之内 他必须许多人鉴定猛月 也就是说 耶稣三十一年 被定复活生天以后 后三年半 是门徒在这里传道的 是不是传了三年半 对犹太人说 就截止了呢 一点不错 我们看看 门徒传道三年半 是不是到此就结书了呢 我们请看使得行传 使得行传 使得行传第七章 这里讲到 有一个大有能力的人 是斯蒂凡 斯蒂凡呢 他传讲天国的福音 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犹太人听了以后 非但不接受 怎么样呢 他们就咬牙切齿 请大家看七章 七章 第五十七节 七章五十七节 众人大声喊叫 捂了耳朵 七心涌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 把谁呀 斯蒂凡 用石头打他 做见证的人 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 名叫扫罗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 斯蒂凡 呼约住说 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跪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睡了 各位 斯蒂凡 被石头打死 在什么时候呢 你查历史 公元三十四年 公元三十四年 正好是 什么时候呢 也就是公元三十一年 耶稣基督定死的 又过了三年半 正好是公元三十四年 在这三十四年的 一半的时候 耶稣基督定死以后 整三年半 斯蒂凡被砍死 所以这七十个期啊 就完全应验了 一句话都不落空 弟兄姊妹 上帝的话 是绝对的 如果我们在这么一个真实的预言面前 我们对主再有怀疑的话 我们切实不应该了 这种预言 是在什么时候预言的呢 但也一说 是在公元五百多年 公元前五百多年 而这发生的事 我们说是在地之道 公元三十四年 就七十个期永远了 好 我们请大家再看下去 但也离书第九章 第九章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我们前面讲过了 下面还有 那心毁坏可证的 如飞而来 并且由愤怒 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结局 各位 这几句话的总意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这个七十个期都过了 对不对 大家看二十七节 整个的最后的一个期也就过了 过了以后呢 那行毁坏可证的 指着什么 就是罗马人的军队 罗马人的军队 在历史上 称为他们是行毁坏可证的 他们到处烧杀 也称他是铁血政治的国家 如飞而来 要毁坏什么呢 毁坏耶路撒冷 各位 按预言说呢 公元三十四年 满了以后 给犹太人的恩典的时期呢 也就过了 所以呢 在圣经里面就说 上帝的道 先讲给你们 原是应当的 至于你们 弃绝这道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这十字行传 十三章第四十八节 当斯蒂凡 被砍死以后 这个福音呢 是不是就传到外邦去了 请大家看 十字行传 十字行传 刚才我们看的 第八章 十字行传第八章 第八章 十字行传第八章 斯蒂凡是 斯蒂凡是 第七章讲到 他被砍死的 第八章 第一节 紧接着斯蒂凡 砍死 第一节 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 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 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 以后呢 就传到更远的地方 所以上帝就拣选 保罗 做外邦人的使徒 转向外邦去 今天我们得到的福音 就是保罗 外邦的使徒 给了我们 我们不是犹太人 福音就给了我们 这就是给犹太人的 七十个七 满了 刚才我们讲到 满了以后呢 行毁坏 可证的要来 毁坏耶路撒冷 各位在什么时候 这个时间呢 按理想呢 就是应该在这个 在七十个七 也就是四百九十年 这个满了什么时候呢 公元三十四年 是吗 应该这是三十四年 但是上帝 在什么时候 才给他们 降下来 这样的一个 刑罚呢 罗马人 来围攻他们了 到公元七十年 按圣经语言 七十个七 为犹太人满了 就应该 有罗马人来 但上帝 宽容他们 到了公元七十年 到了七十年 又过了三十六年 上帝 就是这样爱 以色列人 公元七十年的时候 初步的 那时候耶路撒冷 是被毁了 上帝还保留了一些 又到 又等了六十多年 到公元一百三十五年 第二次 第二次的时候 把耶路撒冷 就完全毁了 各位 大家回去这个表 都给你标明了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呢 就是我们表的第六 第六 公元七十年 以及公元一百三十五年 圣城和圣殿 被罗马军队所毁 而且上帝 在这 使罗马人 来管教 来毁坏 犹太人的时候 还给他们怜悯和恩典 正在围攻的时候 罗马人撤退了 凡是相信上帝的话的 耶稣曾说了 什么时候 你们看见 罗马人围攻 你要逃跑 所以上帝给他们一个机会 真正相信耶稣话的人 都逃离了耶路撒冷 后来呢 那些不逃离的 就在城里头 直到最后 完全被烧掉 很可惜的 这些内容呢 我们以后给大家再仔细讲 现在 我们看到了 这一点是上帝 对待犹太人的 最后的恩典 爱他们 因此给他们 四百九十年的 宽容的时期 可是犹太人呢 他们对上帝的宽容 还是非常的 用不信 所以上帝心里 很难过 那么在这情况之下 上帝还是怜悯他们 虽然是定了七十个期了 过了以后 犹太人如果悔改的话 上帝还是接纳他 直到今天 犹太人悔改 上帝仍然接纳 从犹太人的身上 让我们看到 上帝如何对待全世界的人 也是这样 在恩门没有关闭以前 只要是我们悔改 上帝都接受我们 什么时候恩门关闭呢 下面我们会给大家讲的 那么这么一来啊 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两千三百日的语言 我们第一段知道了 从初令见到耶路撒冷 四百九十年 到公元三十四年 对吧 那剩下呢 两千三百年 还剩下多少呢 很容易算 两千三百年当中 减缺一个四百九十年 对吧 还一千八百一十年 那怎么算起呢 应该从公元三十四年开始 是吧 再加上个一八一零 这很容易加 就到一八十四年 公元三十四年开始 还剩下一千八百一十年 就到一八十四年 因此呢 什么时候 是到了两千三百日呢 就是公元一八十四年 就是到了两千三百日了 这个语言就期满了 期满了以后 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胜索就必结尽 我们请大家再看 但一离 第九章 这里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但一离九章第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这样说 最后的两句 封住意象和语言 封住 各位 这个封住两个字啊 在原文有个概印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七十个七呀 大家注意 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说的 就是为你本果之明 分出来了 分割出来了七十个七 也就是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要做成个什么工作呢 要盖个印 封住就是盖印 封住这两千三百日的语言 在两千三百日的语言 上面盖个印 就说明什么 我们知道 我们定契约也好 合同也好 文件也好 上面一盖印了就肯定了 是不是 那就是什么 这两千三百日的语言 七十个七呢 就是在整个语言上盖了个印 说明什么 整个的语言都是缺失的 为什么要盖印呢 因为一八四四年的阶书 是肉眼看不见的 而这七十个七呢 是地上发生的事 我们都证实了 但是一八四四年 却是肉眼看不见 因此七十个七 就在整个的语言上盖个印 让你相信一八四四年是真实的 各位 现在我们知道 为什么一八四四年是真实的呢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 他呢 在病死以后 复活就升到天上去 一次到天上去做什么 他做祭祀做中宝 我们请大家看 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第八章 圣经的后面 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第八章 第一节 八章第一节 我们所讲的是 其中第一要紧的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祀 已经坐在天上 之大者宝座的右边 请大家注意啊 坐在天上之大者宝座的右边 在圣所 我就是真帐幕里做知识 这帐幕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好 我们再请看第九章 第九章 第十一节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祀 经过那更大 更全备的帐幕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豆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这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各位 这两处经文非常要紧 一下子把我们思想 引到哪里了 当耶稣复活生片以后 就到天上的圣所去了 因此呢 圣经里面呢 为了教我们明白 天上有个圣所 所以上帝呢 在地上呢 就叫摩西啊 给他造了个圣所 也就是说呢 各位看一看地上的圣所 在出埃及啊 第八章第九节就说 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一切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指示的样式什么 在山上指示给摩西的那个圣所 这就是上帝 叫摩西造这个圣所 这是个帐幕 周围有个院子 这里有个祭禅 里面是怎么样呢 各位 这里面呢 这是圣所 这是圣所 这是至圣所 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帐子呢 就在这里 帐子 外面有个帐子 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帐子 第二层帐子 第二层帐子里面 有月桂 还有圣座 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上帝在北里 向以色列人显现的 平时的时候呢 人犯了罪的时候 就要牵之扬奈 牵来以后 把罪都承认 归在羊的头上 然后呢 你看 祭司呢 就要给你一把刀 犯罪的人 亲自抱着羊的头去杀他 就让你有这种 非常的感动的举动 我今天犯了罪了 这个羊要替我死 让你时常想到 这是主耶稣 替你死了 然后呢 祭司呢 就要把这血呢 带到这个圣所里面去 这个羊的血 带到圣所 什么意思 就是羊啊 把你的罪 给你带到圣所里 暂时记录在那里 这是平常的时候 到了七月初十 特别有一个工作要做 我们请大家看 立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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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看 第二十三章 立位记二十三章 立位记二十三章 我们请看 第二十七节 立位记二十三章 第二十七节 七月初十日 是赎罪日 你们要守卫盛会 并要刻苦己心 请大家看二十九节 当这日 凡不刻苦己心的 必从民众减除 各位 这可严厉啊 刻苦己心什么 就是认罪悔改 在赎罪大日 如果你不悔改的话 你要从民众减除 定你死罪 大家会问了 平常的时候 都陷了记了吗 怎么到赎罪日的时候 不刻苦己心 还要死呢 各位 这很重要了 关键就在这 平常你犯罪限的 记的那个血 就放在圣所里了 到赎罪日的时候 要整个的来个清理 就是审查一下 你平时的时候 认罪 是不是真的认罪了 所以祭司呢 在这时候 要牵两只羊来 一只羊 是归于撒旦的阿瑟希勒 另外一只羊呢 祭司要献上 献上以后 就把这个血呢 就带到至圣所去 到至圣所 那个帽子就开了 至圣所是非常辉煌的 即使呢 就拿手中的血呢 就弹在这个月桂前 这个时候上帝就要审查 一年来 大家献着记 到底你在杀羊的时候 你有没有真诚悔改呢 祭司谈血 凡是真诚悔改的 上帝知道 上帝知道人心 因此 祭司谈的血 就是预表耶稣 这个血 就赦了你的罪 凡是不真诚悔改的 罪不得赦 你虽然陷了羊 就像我们一样 现在我们祷告 祈求 认罪悔改 有的人是诚心的 有的人不一定诚心 上帝 他的检查 在赎罪日的时候要审查 审查完了以后 凡是真诚悔改的 罪得赦 不真诚悔改的 他们的罪呢 要归在那只羊身上 就是我们看见了 不是还有一只地下活着的羊吗 这个羊是预表什么 就是预表撒旦 因为他是罪魁祸首 这个撒旦呢 他要最后要被活所分手 那就是说 凡是不认罪悔改的 你最后要和魔鬼一同 要被毁灭 那这就是地上的圣所 地上的圣所呢 当耶稣在死的时候 已经把他废掉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到天上的圣所去 刚才我讲的 地上的圣所呢 一年有这么一次 成为赎罪日 七月初十 这赎罪日的时候 进行洁净圣所 天上要不要洁净呢 我们请看 七不来书第九章 七不来书第九章 二十三节 七不来书九章二十三节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 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 用什么祭物啊 弟兄姊妹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 指着什么 就是地上 刚才我们看到的 地上的那个圣所 必须用这些祭物 什么祭物啊 牛羊的血 地上的圣所 只有牛羊的血去洁净了 请注意下面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当用 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更美的祭物是什么 对 就是用耶稣基督自己的宝学 第二四节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 各位这点很重要 所以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 这个影儿和尸体 影儿和尸体是什么 就是这件事 献祭的制度 地上的圣所是影儿 让人看见了大月 默默乎乎的知道 地上的圣所 天上还有一个 让你大概知道天上的圣所 毕竟天上圣所 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是耶稣怎么样 他定死的时候 圣殿的帽子掠开废植 耶稣就到天上的圣所去了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很清楚告诉我们 好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耶稣进入天堂 请看二十五节 耶稣呢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 向那大祭司 每年带着牛羊的血 进入圣所 大祭司是不是 一年一次 什么时候啊 七月初十 每年的七月初十 大祭司就要带着牛羊的血去 第二十六节 如果这样 假如耶稣呢 也像地上一样 他从创世以来 就被多次受苦了 那么耶稣基督教 第一年第一次十字架 是不是 一次已经足够了 弟兄姊妹啊 耶稣定一次十字架 我们的心怎么样 为我们而死的呀 多么惨痛 心脏破裂 汗入了大血点 滴在地上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起我 那种痛苦 无法用言语形容 为了爱我们啊 好 如果这样 他从创世以来 就被多次受苦了 下面 但如今 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 县位祭 好 除掉罪 所以耶稣基督在将近两千年前 县位祭 除掉罪 第二十七节 按多定命 人人都有一词 死后 且要审判 哎 讲着讲着 为什么突然讲这句话呢 让我们就理解了 为什么 耶稣 献祭 除罪 正像地上一样 地上 一年一次 结晶圣所 结晶圣所 也称为 赎罪大日 又是审判大日 上帝要检查 以色列人 谁不真诚悔改 谁不刻苦起心 就要定你死罪 因此 天上怎么样 二十七节 按多定命 人人都有一词 按多定命 死后求审判 死后审判是定命 什么时候审判 我们的主 到天上的至上所去 要进行审判 多清楚告诉我们呢 第二十八节 想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了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显现 并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耶稣基督 一次进入 至圣所 进去以后 他 到了 寂静圣所完毕 他就出来 第二次出来 与罪无关 再也没有救恩了 耶稣什么时候 处理至圣所 什么时候 恩门关闭 再没有悔改的机会 各位 我们的主 什么时候 进入至圣所呢 公元1844年 我们现在 谈到这里呢 请大家再翻到 再翻到 但一里书 第八章 但一里书第八章 第八章第十四节 但一里书八章第十四节 他对我说 到两千三百日 圣所就被解禁 解禁圣所 古时候 就是赎罪大日 因此 特定的日子 到了 两千三百日 就是1844年 圣所就被解禁 肯定是天上的 这句话就是 到了两千三百日 天上的圣所就被解禁 不过上面没有 说明是天上的 实际上 我们知道了 叫我们查考下来 得到结论 天上的圣所 为什么 不是地上的呢 地上的圣所 有特定的 七月初十吗 不是到了两千三百日 地上的就是说 每分七月初十 是地上的 天上的呢 是到了两千三百日 1844年 天上圣所 就被解禁 我们的主 就要进行 查案审判 和地上一样 是不是 看你 刻苦记性 上帝很爱我们 各位 为了这件事 地上 用了一两千年 险计呀 赎罪呀 险计呀 赎罪呀 就是告诉我们 摩西造的圣所的目的 就是叫我们知道 天上的真圣所 西班牙书里面 这么多的篇幅 讲来讲去 要把我们的信心 坚固起来 每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呀 你要赶快把你的心 归到天上的圣所去 就是这个目的 所以许多教会 他们不明白 他们把天上的圣所忽略了 太可惜了 今天我们的主 就在天上 1844年进去的 肯定的 因为1844年 我们经过这样的运算 绝对准确 一年也不错 而且在1844年的时候 耶稣进入天上之圣所 在地上有个 富人运动 轰动了全世界 为纪念我们的主 进入天上的之圣所 我们请看 我们的主 是怎么进入天上之圣所的 请看代理书七章 七章第十 第九节 代理书七章第九节 我观看 见有宝座设立 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 他的衣裳洁白如雪 头发如纯净的羊毛 宝座乃火炎 启轮乃烈火 从他面前 忧火向何发出 侍奉他的有千千 在他面前吃了的有万万 各位 这个场面太伟大了 如果你看见了 你肯定是非常委屈的 但是圣经上的话 绝对是如此 干什么呢 这么伟大的场面 他坐着 谁坐着 那个上帝 亘古常在者 坐着干什么 要行审判 暗卷都展开了 第十三节 我在夜间的异乡中观看 见有一位 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像人子的是谁 耶稣 耶稣 驾着天云 到哪里 到了刚才我们读到 上帝 在至圣所中 上帝所做的那个地方 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吗 不是领到上帝面前了 干什么 进行长安审判 进行长安审判的目的是什么 各位 根据每个人的记录 有三个册子 一个就是 纪念册 马来基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我们在 第24课给大家细讲了 我在这 不再给大家重述 第一个 纪念册 凡是你述说上帝恩典 那许多 救人的事啊 你每天所谈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 关心到 上帝 关心到救人 关心到弟兄姊妹的疾苦 还是每天早晚 想的就是那许多 个人的事 自私的事 自己的生意 自己的各方面呢 你如果是 为上帝的事情 所想的 就写在这本 这个记录册中 有三个记录册 刚才我们 在这里呢 看到的这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罪状记录册 凡是你过去犯的罪 都记在上面 所以耶稣说了 当审判的日子 大家记得吧 你们说的闲话 句句都要供出来 当审判的日子 主耶稣来的时候 说的闲话 各位 这有多少话 从早起来 句句都要供出来 因此我们知道 在上帝那里 在我 这么思考 就是你所做的事 你做了 上帝那里 就完全有记录 我们现在所说的 所做的 你在那所想的 上帝那里 今天晚上全部记好了 就是你 只要是你有个动作 你有个思想 上帝那里 都给你留下来记录 你犯了罪了吗 你悔改了 上帝就给你记下来 悔改了 你都承认了 就都赦免 如果你不悔改的话 那就是将来 定我们罪的根据 第三个册子是什么 就是生命册 生命册 凡是真诚悔改的人 名字记在生命册上 在那个时候 什么是标准呢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审判的时候 什么标准 人当以训回 和法度为标准 训回就是圣经 法度就是上帝的 诫命为标准 他们所说的 若不与此相符 逼不得见晨光 晨光谁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今天我们如果是 行事为人 与圣经 与上帝的诫命相悖 各位 那是很可许的 弟兄姊妹 这些话是实实在在的 为什么地上有个圣索 让你看得见的 现阳赎罪记 就是让你从地上看得见的 要引到那个天上 非常严肃的 长安审判 各位 我们今天 我不去细讲 因为这些都给大家讲过了 大家可以回忆 今天我再提说一下 把它总括起来 让我们认识到 这个重要性 现在呢 我们正在 长安审判的时候 这是一个 示意图 实际上人是不在场的 从亚当开始 每个人 顺序而下 直到我们今天活着的人 但我们活着的人 都审查完了 我们的主 就要出离至圣所 他就要再来 各位 关于这件事 有些弟兄姊妹说了 你讲了这么多了 还有什么圣经根据吗 有 肯定有 上帝审判我们 在肯定的日子 保罗明确告诉我们 请大家看 《十字行传》 第十七章 保罗 彼得 都这样给我们说明的 请大家看 《十字行传》 第十七章 三十一节 《十字行传》 十七章 三十一节 各位找到了吗 十七章 第三十一节 十七章 第三十一节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助他所设立的人 谁就是耶稣基督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各位 这个很重要 保罗很清楚 上帝定了日期 什么日期呢 就是第八四四年 这里他没有说明 但是保罗知道 上帝定了日子 要审判天下 特别讲 耶稣从死里复活 作为可信的凭据 因为耶稣复活以后 带着很多的圣徒 一同复活 就升到天上 到哪里去 到至圣所 到圣所 先到圣所 1844年导致圣所 跟地上一样 平常在圣所 到七月初十导致圣所 我们再看 彼得 怎么提到 请大家看 彼得前书四章 第十七节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 各位 很清楚 彼得知道 时候到了 到了时候的时候 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 因此从亚当第一个人开始 顺序而下 今天我们给大家所说的 我们的使徒都知道 因此整本的圣经呢 就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正在 耶稣基督进行查审判 各位 当审判我们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纪录册中 都已经承认了 那么耶稣基督 就会为你 伸出他的手来 我的血 我的血 这个时候 我们的上帝呢 他在那里 审查每个人的案件 主耶稣是做中宝 凡是认罪悔改的 主就伸出他的手来 赦你的罪 弟兄姊妹 我愿我们现在 正在 至圣所进行审判的时候 我们在地上 应该 常常的 痛悔自己的罪 在一起 警察自己 能够真诚悔改 怎么能够使我们真诚悔改呢 唯一的就是仰望主耶稣 为什么 耶稣的死 我再说 他是为我们死的 他带经济的冠冕 他的双手 双脚被定穿 完全是为我们的眼部 他自己毫无罪 今天 如果你真的相信主耶稣 你是无罪的 你死替我死了 今天我们的罪肯定能够蒙主赦免 因为主确实替你死了 你相信吗 耶稣就接纳你 我们要常常看到 主 手上的钉痕 各位 你看见如何 你是不是很感动 虽然你现在肉眼还看不见 但是你心里的眼睛 你可以看见主耶稣在制圣所 他伸出的手 就是钉痕的 他是为我的眼部 我们的确 要把我们的心归塔 这样的时候 你的祷告 你就到了主耶稣的怀中 你相信耶稣替你死了 弟兄姊妹 你愿意吗 凡是愿望 在这天上进行禅审判的时候 能够求主赦免我的罪 我愿意接受这个宝贵的真理 这个真理 我们已经明白了 这么缺失的预言 两千三百日 可以说每句话都实现了 我深信 主耶稣 你在天上 赎我的罪 我愿意悔改 弟兄姊妹 凡是你愿意的 现在我 愿意为这样 弟兄姊妹祷告 你就 请你 闭上眼睛 不看别人 你有这样的志向 我祷告的时候 你就请你站起来 慈悲的天父 感谢你 今天你把这莫大的救恩 显示在我面前 天父上帝啊 你看见了 多少的弟兄姊妹 已经从心里头 愿意接受的真理 愿意接受耶稣 你是我们的救助 因为你在世的架上 是为我们牺牲的 愿主 圣灵现在 感动我们 所有站在你面前的 弟兄姊妹 我们不是一时的立志 乃是 祈求圣灵 你住在我们心中 你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接受你为救助 我们要 时时刻刻的 得到你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上 使我们可以战胜 一起的诱惑和试探 爱我们的天父啊 我们现在愿意 在你的面前 把自己都交托给主 我们也愿意 祈求圣灵来管束我们 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也愿意 向你承认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不是口头上的 乃是从心里面承认 求主 你接纳我们的祷告 愿主 看见我们 所有站在你面前的人 圣灵 一直保守着我们 直到主耶稣基督 你在那儿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实在是不配 都是奉靠主的圣名 阿们 各位请坐 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 把这两千三百日重要的语言 给大家复习了一遍 我心里很高兴 我看到这些证明 我心里更是高兴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了这么好的盼望 我们在下一周 星期一星期二 要开两天 夏令会 也是陪灵会 我们准备了很好的节目 有的请贴 邀请信给大家的 等等 大家可以拿去一些 可以邀请你自己的亲戚朋友 我们内容用了一两个月来准备的 很充分的 里面不仅仅有短的讲道 我们有幻灯 还有许多年轻的人 爱助人 他们唱歌 还有演的小品 还有话剧等等 多样的 来表达上帝的爱 是我们可以归向它 我们可以归向它